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神秘 我在这儿呢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睡不着觉 出来坐一会儿 你不睡吗 我也睡不着 来陪陪你 我已经很久没有这么 好好地看个叶昆了 晚上 在乡下这么安静啊 其实这种远离沉销的生活 真挺舒服的 不过像你这种 上了发条的工作狂 应该体会不到 这种慢生活的快乐吧 我当然能体会 以前我跟高卓 小的时候 我们就是这样 我们那个时候就无忧无虑地 从来不会去想 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只是专注当下 我们想的最多的一件事情 就是怎么填饱自己的肚子 其实我挺羡慕 叔叔阿姨的 你看他们每天过得多开心 哪儿像我们 一睁眼一闭眼 要么就是报表 这个计划 那个计划 还有绩效 我这一睁眼一闭眼 真的都是绩效 各种利润 好久没看你 笑得这么开心了 好久没看你 笑得这么开心了 其实我能感觉到 你回来以后 一直没怎么开心过 其实每个人心里都多少有些阴影 我也一样 它就像是陈年的伤疤 时不时地捅一下 提醒你它还在 但其实那道疤早就已经长好了 只是我们不肯放过自己 在高卓墓前 我也跟你说过 高卓 一定不希望你像现在这样 那你呢 什么时候再一次拿起手术刀 我之前看过一个漫画 我之前看过一个漫画 里面讲宠物去世以后 其实都会到天上 然后趴在云边 日日夜夜地注视着它的主人 每一天 期盼着 等待着 以后有一天 能跟我们在天上重逢 那逝去的人呢 他们的最终归宿在哪儿 一定也在 不远的星辰里 看着我们 等着我们 等着我们 神秘 我们打个赌吧 赌什么 就赌 谁先放下过去 重新开始 成交 拉钩 盖章 还疼吗 还疼吗 不那么疼了 放心吧 不会留疤的